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二郎 该吃午饭吧 高屏珠被释放之后 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沈非 帮我去大厅大厅 是 那二郎今日中午想吃什么 劝山峰的枝肉 还是老陶家的羊汤 我给你买去 枝肉吧 好久没有吃了 好 对了 怎么了 没事 你去买吧 二郎是想问七娘吧 往日这个时候 七娘早就去厨房张罗了 今日我一直没见着她 昨日夜里我见她的时候 她就一脸的失落 二郎啊 你是不是话说中了 伤到七娘了 二郎 二郎 怎么了 二郎 七娘不见了 昨夜我送七娘回房 她说想早些休息 催我赶紧离开 等早上我再过来 人已经不见了 一山也都带走了 她有留下出信吗 没有 我都找过了 什么都没有 二郎 我找遍了个处 七娘并不在府中 白李二郎 自打七娘嫁入府中 她对你白李家进行进一处处替你考虑 看你不答应落她 还想把她修掉 你还有良心吗 陨迟 你好好也让二人说话 我偏要说 若是七娘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陨迟也不活了 这房中并没有打斗的痕迹 几人吸软也都在 看来变非绑架 这盒里原本装了什么 这盒子里原本生下两片鱼胶 怎么不见了 鱼胶 七娘每日都要用鱼胶填面液 这几日原本所剩无几 这盒子里有两张画好的面液纸也不见了 她每日都会封吗 寻查面液纸七娘瞧不上 那两张是宫里的画师画的 很是难得 应该是李家出所了 现在找到人再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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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